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探秘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明人类看见过外星人 但是外星人或因为拥有超越地球人类的科技而早就发现了我们 对于探索地外生命一直是科学家的热衷选择 无论是中国的天眼还是美国发射的探索者飞行器 都见富有这样的使命 但科学家似乎也充满了矛盾 担心外星人是否会消灭人类 霍金也曾警告不要随便向外太空发射信号来寻找外星生命 但他却在2016年筹划一次人类史无前例的外星探索计划 造一艘达到五分之一光速的微型飞船前往半人马座阿尔法星 那么外星人是否会向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屠杀印第安人那样对待人类呢 有研究者认为外星人还不至于如此 因为能够从遥远星球来到地球的外星人 肯定是拥有强大的星级远航科技的 还不在乎地球那点石油 由于外星科技是远超乎地球人类想象的存在 对于地球的那点资源基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宇宙其他地方多的是 而唯一会让他们感兴趣的是 他们在地球发现了一个拥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类文明 即使这个文明还仅仅拥有原始的科技 而且外星文明之所以称之为文明 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掌握宇宙规律 还能轻易地利用它 不需要依靠掠夺而生存 就如一个人发现了一个蚂蚁窝 你会把蚂蚁窝里面的资源和食物抢走自己吃吗 宇宙的终极是什么 意识的真相在哪里 发现更多科学猜想 探索更多位置奥秘 请关注最有感觉 每期和你探秘位置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